南海主要相关国家是中国和东盟 现在已经越来越默契 并且即将达成南海共同行为准则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然而在这种一片祥和的大背景下 不少与外国家为了一居然还要试图插手南海事务 大有不把南海搅乱不罢休的势头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还有哪几个国家对南海存在非分之想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 其实压根没几个国家 不过已经搞得南海乌烟瘴气了 首先就是美国无力不起早 美国之所以对南海念念不忘 动辄就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 派出航母游易南海耀武扬威 甚至用军事手段恫吓相关国家 不过是为了配合他的亚太在平衡战略和岛链战略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美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 根本目标就在于围堵中国 弱制中国 他特别不希望中国崛起 尤其不希望中国海军走向深蓝 但又感觉力不从心 所以就是图拉拢 一些军事同盟一起在南海搞破坏 先前主要靠挑拨菲律宾越南等国 现在被识破后 又开始拉拢别的国家 第二个在南海搞鬼的国家就此浮出水面 其次就是日本 日本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处处针对中国 这两年甚至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 凡是对中国有利的事 他基本都反对 凡是对中国有害的事 基本都少不了他 整体而言 安倍主导下的日本已经严重又轻化 对于通过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伤害 日本却从来不知反思 反而美化侵略行为 甚至还在试图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在此基础上 日本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 不仅试图借助美日军事同盟 非法窃取中国的钓鱼岛 还在台海 南海等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 颠倒是非 浑水摸鱼 不出所料的话 日本还将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次就是印度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 原本对南海问题并没有那么上心 但随着中国的崛起 印度发现中国通过南海进入印度洋的概率增加 这引起了印度的恐慌 而它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方面是和美国加强合作 尤其是海上情报的共享 强化对中国舰艇动态检测 另一方面就是向南海有关国家出售军备 强化其军事实力 以达到平衡中国的目的 而今 印度还在尝试和日本接触 在平衡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加强合作 当然除了南海方向 印度其他小动作也是不断 今年以来 在藏南台湾等问题上 屡屡声势 还污蔑中国的一带一路大战略 总而言之不得不防 最后就是英国 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现在已经逐渐没落 不仅退出欧盟 政治影响力严重衰落 军事也越来越不济 开始更多的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 即便如此 也挡不住其在南海方向指手画脚 前段时间英国和日本达成了军事互助协定 还和美日进行了军事演习 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 尽管英国已经无力插手南海事务 但挡不住其大放厥词 在国际社会中帮美日说话 诋毁我国长远来看这国已经不足为据 但我们还得保持清醒认识 作为传统的西方国家 其冷战思维比较浓厚 在舆论斗争乃至现实冲突中 都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目前在南海方向 试图腥风作浪的国家 主要就这四个一个巴掌都用不上 而新加坡这样的小角色 基本不值一提 任其折腾也翻不出什么大浪 而别的域外国家 譬如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将更多的开始尊重中国 毕竟得罪我们 对他没有半点好处 因此对于其可能的偶尔南海表态 直接无视就好 当然这四个角局的国家 美国还是根本性的矛盾 而日本和印度则是现实性的难题 一时半刻都解决不了 我们还是需要在国际社会中 加强合纵连横 解决好南海事务 整体而言 我们现在已基本主导了南海大局 干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与东盟的合作 日益密切 值得点赞 最后真心奉劝美日 应应一句 实时务者为俊杰 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 但这是一股和平的力量 与其逆历史潮流 而动选择对抗 和如顺应形势发展 选择与中国合作共赢 目前亚投行 已经有77个成员国 一带一路也搞得风生水起 中国的影响力与日剧增 究竟该怎么看待中国 至少一味的巨赤 一定是错误的 这样下去迟早要栽大跟头